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这台是众所周知 我自己的爱车 BRZ 今天我突然就有感而发在这个场景 大家看一下 三台黑色车 在我BRZ旁边有领克的03 还有一台蔚来的ES8 三台都碰巧是黑色的 所以我就把它们放在一起了 当然不是这么肤浅 而是这三部车真的让我想到了一些事情 就是第一 三部车有各自不一样的乐趣 第二 它们三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车种 是吧 有跑车 有SUV 有轿车 然后有驾驶乐趣型的 有刚需型的 还有代表未来的等等 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应该说两个问题 第一 我们到底应该买什么样的车 就是你买车的时候 到底什么样的车才能吸引到你呢 像这台BRZ当然是非常吸引我 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都觉得 要买一台BRZ享受一下驾驶乐趣 是吧 这种是我们老一辈的车迷朋友们 心目中对车是有追求的那群人 觉得我人生就要有一台跑车 就要有一台讲究驾驶乐趣的车 所以这个是老一辈车迷朋友的追求 那到领克03 它是什么呢 它是那些需要买刚需的三箱轿车的人 但是它又对生活品质有一些追求的 它希望这个车样子更漂亮 类似更漂亮 动力更好 什么人车的什么这种 娱乐系统也更加的丰富 所以这台车代表刚需家庭的消费升级 同时它满足刚需之余 它又不沉闷 然后再来这台未来的ES8它是什么 第一它是新能源车 很多人就被迫也好 要追新也好买新能源车 第二它是造车的新势力 这种新势力 对于新科技新技术的应用是不遗余力的 所以它代表了一种前瞻性 代表了我们对科技的追求一种爱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到底要买什么样类型的车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类型的人 所以这个我就不下什么定论了 那我跟大家分享 我会买什么样的车呢 我现在当然是我拥有这台车 已经快四年的时间了 我当然会继续拥有下去 我认为这样的车慢慢的会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不会卖这台车 我会拥有下去 但是我开了这台03之後 我又很心动 我又觉得一台三箱车 能够造得这么让人耳目一新 这么让人愿意去开它 这也非常难得 再来这台ES8呢 我一开我又发现 这个体验真的就是与众不同 别说跟别的传统燃油车不同 它跟别的电动车都不一样 它有它自己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 比如说超强的动力 还有它里面很多新的界面 包括它这么大台 但是加速又这么快 它有它很独特的体验 这些也都挺吸引我的 那我到底想 有没有一个结论呢 我是想跟大家说 三部车其实真的都能吸引人 都能够吸引人去尝试去拥有它们 那这就引申到我想说的第二大话题 就是 这三部车大家觉得 未来它们生存下来 哪个车的求生欲比较强 哪个车的生存能力比较强 尤其是面向未来的社会 这台BSC已经被中国市场的 环保咖啡法 把这个法规给灭了 已经不再进了 丰田的86也停了 所以这种车的求生能力是最弱的 当然有传说说 明年斯巴罗会重新进这个车 原因是它们又卖了更多的环保车 积分可以勉强维持一下 但总的来讲 这种车它的生存力是最弱的 正因为它的生存力这么弱 所以我们要像保护熊猫 保护恐龙一样去保护它们 能买的就把它买下来 能留存的就一直把它留存住 是吧 这种车 我觉得在未来 我们一定应该继续存有这种车 但是可能真的是需要大家 像保护珍稀动物一样 努力去保护它 这种车它就真的给三箱刚需车 指出了一条新路 就是说不要因为它是刚需车 就做得很沉闷 做得很白米饭 你也要把很多新的东西放进去 要让它更加的好开好玩 让一些只能拥有一台车的人 而且是相对传统的人 不是要去买什么新能源的那些人 能够有一台让他们很满足的车 这样的车我觉得路子是非常对的 它未来可以存活的很久 我认为这种车是很有生命力的 再来新能源车 虽然它有很多的不完善 有很多的争议 有很多的挑战人们的思维 思路固有观念 比如说它这个侧面这台车写着 家电比加油更方便 真的吗 是不是家电真的比加油更方便 这是挑战很多人的传统认知的 我们不去争论它 但是在中国的大政策 在未来的大环境里 这部车可能它的生存环境是最好的 这就是我今天的有感而发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三部车摆在面前 你要我进一步的说它们 我能跟大家说上一天 中国的车市就是这么丰富 中国的车市受的各种的影响因素 就是那么多 那么复杂 那么的深层次 但到最后 到底什么车才最好开 这部车动力最猛 这部车最轻快 体验 我觉得体验可能最完善是这台车 因为它也有很多丰富的体验 但是最纯粹的 让我们忘掉什么屏幕 忘掉什么NVH 忘掉舒适性的话 最纯粹的还是这台 到底你们会选哪台 告诉我 下车 在哪边 感讯-